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同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子丁内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N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出租车 目前我国出租车运营 一共有三种模式 一种是出租车司机向公司交分子钱的承包模式 另一种是个体挂靠公司经营的模式 还有一种就是司机是公司的员工 这样的一种公车公营的模式 目前在各个城市当中 承包制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交分子钱的模式是最多的 这种模式受到的诟病也是最多的 比如说出租公司长期是靠高额的分子钱 可以说是躺着挣钱 那么出租司机它是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政府部门有可能存在寻租等等问题 现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湖北的襄阳开始探索一种 没有分子钱的出租车模式 也就是公车公营 那么这种模式又是怎么运行的 和分子钱的模式比起来 它给出租公司以及出租车司机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一起来看 他叫王芬 是湖北省襄阳市公交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从前王芬和丈夫于庸军干过七年的个体出租车 2014年7月 王芬听说襄阳市新投放的500台出租车 交由公交总公司新成立的出租车公司来运营 实行员工化管理 就来到这里应聘了 在这里工作 王芬最直接的感受是很踏实 安全性数提高了 因为啥吧 车里边有摄像头 那个比如说有人想要坏事什么的 最起码这一个摄像头对他们有正确作用 这是安全方面 原来是车里边是没有的 设备没有这么齐全 在服务上面 然后这个摄像头的话 肯定我们服务也规范一些 服务比原来好了 服务比 为什么呀 因为最起码摄像头你不敢违规操作 这个是最起码的 有客人出款了 然后我们公司也要处罚 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服务总比较规范 还有一个就是年底我们也成立了 什么服务比原来之类的 如果表现好的话 到时候公司还有一部分奖励 最高奖励能讲多少 两千块钱 公司公民的车 起码感觉好像出现了好像就不运营 感觉都挺羡慕的 感觉我们比较震惊 我们有公司 有家的感觉 像王芬这样给公司开车 有家的归属感的司机 在襄阳还有不少 这也是襄阳目前正在实行的 出租车公车公营模式 就是由 使公交出租车公司 统一购车 招聘员工 签订合同 发放工资 办理社保的经营模式 王芬告诉记者 以前自己干个体出租车时 由于车辆维修 折旧保险等成本 都是自己负担 风险大 压力大 劳动强度大 现在车辆运营的各项成本 都有公司承担 他作为出租车司机 只要把车开好 把乘客快速安全地 送到目的地就可以了 王芬说 虽然以前也是开出租 但现在他的生活 已经完全不同了 因为我们一天有四天休息时间 还有年休假五天 这样时间比较自由一些 可以带孩子 然后跟家人一块出去玩玩 就感觉幸福指数比原来高了 是吧 高许多 原来都不敢歇 因为他有成本在里头 比较高 所以大家基本上不敢歇 原来半年三十二十去跑车 两个多月后 王芬动员自己的丈夫 余用军也来到了襄阳市公交 出租汽车公司 今年就46岁 想到自己干也不是那回事 他以后出现了问题 病了 生病 没人管 就来到公司 公司给交养老啊什么 医疗保障 非常看重 王芬带着记者 来到公司一楼的宣传栏 这里张贴着公司 所有员工的工资详细收入 我们全公司的工资表 每个月都贴出来吗 每个月都贴 都赞榜公布 比较公开透明 我们两个工资在这 这是几月份的 十二月份 十二月份 多少钱啊 三千四百 什么都扣罢了 就三千四百 打到卡上 王芬告诉记者 十二月份是他挣的最少的一个月 现在每个月发到工资卡上的是 三千到四千元 这与以前自己做个体出租车经营时 挣的差不多 但是却比以前多了养老 医疗 公积金等各项保障 如果把这块福利加上的话 肯定拿的钱估计有个四千多块钱 将近五千块钱左右 襄阳市目前共有两千二百辆左右的出租车 其中有四百五十辆是公车公营的模式 另外那一千七百多辆出租车 仍然是原来的个体经营 与这些公车公营的出租司机比起来 他们的运营情况又怎样呢 今天怎么样 跑多少钱 要两百多块钱 那还可以 好 严志方和薛东夫妻俩是个体出租车司机 在襄阳市已经干了快二十年 每天的中午十一点半是他们交接班的固定时间 以前开呢 从早上开车要开到晚上基本上在十一点左右回家 薛东一家的全部生活来源都是靠这辆出租车 平时妻子开早班 每天天不亮凌晨五六点钟就要出门 薛东从中午接班开到晚上 薛东说现在年龄大了身体吃不消了 夜班就雇了个司机 三个人轮流开 现在腰队键盘突出 我要做个五六个小时还可以 你让我再做像以前那样开一个整班 十二个小时都有点吃不消了 所以说要请司机换一下 不换说实话真的受不了这个这个 开出车嘛就辛苦 薛东以每月一千六百元的工资聘请了一个夜班司机 让司机每天交给他二百四十元 多拉的归自己 算下来这辆出租车平均每天能拉六百块钱的活 薛东说他们个体出租车经营者在车辆运营中的所有成本都自己承担 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发生交通事故 也不敢有任何事 虽然买的有保险嘛 但是我们这个个体事机经不起出这个比较大的事情 一旦要是出呢 那就是倾家道理 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薛东研制方夫妻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他们一年的车辆运营成本 为车辆折旧费一万两千元 保险八千元 维修费一万元 每年上缴的牌照运营费用八千元 出租车公司挂靠费三千元 税费三千三百九十六元 燃气费六万四千八百元 汽油预热费三千元 雇佣司机一万九千二百元 成本一共为十三万三千三百九十六元 出租车平均一天能拉六百元的活 加上每年一万五千元的燃油补贴 一共营收二十三万一千元 这样算来每年韩东夫妻俩能赚九万七千六百零四元 平均每月能赚八千一百三十三元左右 平均也就八千块钱左右吧 七八千块钱 七八千块钱 你说的是两个人是吧 对对对 平均一个人的话呢 看到头上 你会有三四千 四千块钱左右 四千块钱左右 对对 薛东说 现在这个收入在襄阳市生活还算过得去 但是现在夫妻俩都已经四十一岁了 最让他们担心的是未来的生活 年龄再增加 以后难免会生个小病啊 大病啊 担心这个将后来 万一要是病了 开不了车 但是这个收入又没有这个年轻的时候那么 那么多 将后来怎么办 薛东已经干了十八年的个体出租 他告诉记者 干个体出租 比公车公营模式下的员工相比 最大的优势 就是工作自由灵活 也不受固定时间的约束 临时有事 可以随时停止运营 但实际上这十八年来 他几乎没有休息过 天天的要人跑 没有这个直下日 包括我开了这么多十八年的地址 没有休息过 包括这个过年啊 大年三十啊 我们两口 如果要是两口子开的话 每天在一起说话的时间都很少 回到家 颜指方顾不上已经工作了六个多小时的疲惫 赶忙给上学的女儿做午饭 作为妈妈 她总觉得对孩子照顾的不够 说实话 人家的孩子都大妈妈妈呀 带着去玩呀 给孩子的爱都多一些 我总觉得 包括扶导师啊 陪她的时间是吧 太少了 我说没有两天是 是的 说实话是 对不起孩子了 现在是只能尽量保证孩子的吃饭 只能做到这一点是吧 我尽量能保证孩子能吃饭 这一点是 尽量 就是少跑一点 也得把孩子给身体照顾好 别的可能是不行 可怜了 腰三背疼的 就说实话 有时候都想躺到床上休息 就不想动 可是为孩子吧 没办法 王芬夫妇和薛东夫妇呢 分别都是 香阳市公车公营和个体经营 这两种出租车运营模式的 低歌和低姐 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们在收入方面是基本持平的 但是公车公营的司机的幸福指数呢 显然要高一些 我们了解到2013年 香阳市政府呢 开始推广这种公车公营的模式 这是零挂靠 零承包 零分子钱 当时香阳市为什么要冒着风险 进行这样的一个改革呢 我们已经13年没有增加出租车了 群众呼声很强烈 要求投放 反应打车不方便 服务态度不好 这个供需矛盾很突出 香阳增加这个出租车 核心的就是老百姓提出的问题 你解不解决怎么办 朱惠告诉记者 2000年的时候 香阳市出租车的规模为1700辆 十多年过去了 香阳市中心城区面积 从原来的50多平方公里 增加到了140平方公里 人口从80万人 增长到现在的140多万人 但是出租车的总量 十几年来没有增加一辆 打地难的矛盾日益突出 由此引发的巨债 强行拼客 不打表收费 服务态度恶劣等 不良经营行为 更是屡禁不止 出租车到底该不该增加 增加多少 指标又该投放给谁 这一系列的矛盾问题 都直接摆在了政府的面前 在投放的时候 每个地方压力都很大 因为这个长期来 形成了一种利益格局 一旦投放了出租车 新增加出租车 可能原有的出租车的公司 他就可以去来反对 襄阳市原来的 1700辆出租车的 经营管理体制 一直是个体经营 挂靠管理的模式 一共23家公司 最多的有300多辆车 少的只有20多辆 朱惠调研后发现 因为车辆实际的 经营权和产权 都归个体出租车主所有 车主每个月 只需交付出租车公司 250元的服务管理费 因此出租车公司 对个体车主的约束力 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也比较弱 2013年4月 向阳市政府决定 向市场投放500辆 出租车牌照 交给公交公司运营 当时我们社会市政府 态度非常明确 你这个出租车是交通 公共交通的一个补充 它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窗口 这首先要解决 它的服务问题 老百姓的期盼问题 就是通过公车公营 可以提高这个服务质量 解决老百姓的期盼问题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管 你哪搞得不好 我们直接可以管理 但是对于公交公司来说 这却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 说实话 我们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这个压力大的 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交给公交公司 另外就是23家公司的 就是肯定有想法 肯定有想法 另外就是说一定有的 另外1700辆这个车主 也是有意见的 水波 乡阳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 从一接受出租车业务 他就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 乡阳要实行的这个出租车运营模式 之前在上海南昌等多个地方都实行过 并且推行的也都不太顺利 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对这个出租车的收入 没办法监控 没办法及时的准确的就是涨了 因为这个人 你就不知道他的收入多少 我一个公司 要公司进行经营的话 我连自己的这个收入 都不知道是多少的情况下 你说你怎么能经营的下去 所以他就是说 很多这个公司 公营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 还是一种变相的一种 承包的方式 收这个班费 收这个承包金 类似的就是变相的一种承包方式 所以还是没根本上 解决这个服务质量的问题 水波告诉记者 通常情况下 出租车司机只有一位 如果司机出现不打表拼客的情况 就很难掌握司机 每天运营的具体收入 这也是出租车行业 分子前存在的根源所在 要想突破这个难题 就必须找到一种办法 来实时监控出租车的运营行为 和运营收入 就是想到了就是说 我们这个轿车 它这个轿车 就是坐在前排的这个乘客 就是你只要是前排坐人 你不计这个安全带 他为什么要报警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说明呢 就是车里面坐人 不坐人 这是有办法能够进行掌握的 如果就是把这种系统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计价系统 如果能够很好地把它结合起来 只要一坐人 我就指导它上面坐人了 这样的结合起来 不是能很好的 就能把这个出租车中间坐人以后 我不指导这个情况 不是能解决 很好的解决了吗 就是瞬间的一个灵感 带着这个想法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调试 一个可以精确监控出租车司机 运营行为和收入的综合管理系统 设计成功 喂喂 你想想在哪里 你知道我行吗 你知道我行吗 困扰了这个行业的 这么多年的 就是没有管理好的 我们终于寻找了一个途径 终于把它找到这种办法 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了 因为它不定时 不定点 不定线 这个票价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解决这个票款 贪污票款的问题 你一般的没法解决 公交公司和天津一家公司 研究出来了 一个整个这个信息监控系统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说是全国没有 这套自动化综合管理系统 主要是通过 在车内安装电子载重感应系统 连接计价器 接通通讯网络 进行监控管理 这套系统 可以让后台随时监控出租车司机是否出现违规操作和服务态度质量的问题 也解决了出租车司机在运营中出现的安全问题 更重要的是 能够准确的监控到每台出租车 每天的运营成本和收入情况 所以他一天运营下来以后 他一个车运行了多少公里 他这个收入多少现金 这个公交AC卡收入了多少 这个里面就是一目了然 他的实在力是多少 他的这个空市公里是多少 就是有效公里是多少 都是清清楚楚的 水波告诉记者 这套管理系统是襄阳市出租车 公车公营模式的核心和基础 这样来讲的话就真正实现了 就是工资化经营 远工资管理 就是工资式的这个待遇 真正意义上就是解决了这个 国序这个出租车就是 有的就是直接承包 或者是有的是变相承包的 这种问题 目前 襄阳公交出租车 营运监测管理装置 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 这套管理系统 使襄阳市公交出租汽车公司 可以根据实际投入各项成本和营收 进行核算 合理分配和平衡 出租汽车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关系 不必采用分子钱的承包方式 他完成 他工资第一些 他超出这个计划 要提升项目也高一些 分为单班和双班 这个双班的是每个人 每天320块钱 单班450 对 每天 每个星期 核定有一天休息 超市的部分 我们的价钱 我们三期提升 三期开 比例提升 价钱提升占70% 这是比较高的 通过这种方式 调整广大出租价钱极性 我们这不存在 什么高峰期 不跑班的 或者是把车停到路上 休息的 这个不存在 也是为了社会在考虑 我们看到 襄阳市的这种 零挂靠 零承包 零班费 零分子钱的 公车公营的模式 以分成的形式 解决了出租车行业 长期存在的 分子钱不透明的问题 也克服了 传统挂靠经营 疏于管理的弊病 劳资关系得到了缓解 那么这种模式下 公司会不会觉得吃亏呢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公车公营模式 在湖北省的 襄阳呢 已经运营了一年半的时间 公交公司呢 要负担各种保险 维修 还要给司机发工资 那么算下来 这个成本 似乎会高于承包制 和挂靠制 那么它的利润率 能够达到多少 是否可持续呢 继续来看 据了解 目前襄阳是1700台 个体出租车经营者 每月只给挂靠的 出租车公司 缴纳250元的 挂靠服务费 出租车公司 主要负责给 个体出租车经营者 提供代办各种证件 车辆年减税费的 统一缴纳等服务 而在监管司机收入 和服务质量方面 几乎起不到实际的作用 在年车 比如说 以这50辆车的 成本的投入 他们的营运的 一个账户 详细的有没有呢 他们个人投入的 对 我们没的 没有 对 我们也有个人 都是说 他们250块钱的服务费 因为目前 我们想要是 1700台车 都是在这个 量券 第一个是基因券 第二个是车辆残券 都属于是个人所有 也直白地说 因为是我们想要在这种 想要在这种基因墨 是 在热水里方面 还是缺乏 随后 记者又来到 襄阳市 公交出租汽车公司 我们每台车的营运记录 在我们电脑系统里 都保存完好 对象非要能精确到 什么程度呢 营运收入 都可以精确到 每一元 每一脚 这个通过系统 将会我们得到 最准确的数据 上一年的数据 为下年的营运生产 我们安排 不算2013年的前期一次性投入 2014年 襄阳市公交出租汽车公司 共有450台公车公营的出租车 根据车辆一年的运营数据 财务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财务人员告诉记者 公车公营模式的 这15.5%的利润率 是扣除人员工资 以及各项成本之后的净利润率 这已经高于很多行业 利润率 其他的行业相比 也不是很低的 完全是可以 可以给他深受社会欢迎 深受群组的欢迎 他的服务质量 他的营兴效率 他的车况 他都是都是受到 从他的不一样欢迎 可能穿制服这一块 可能稍微好一些吧 服务啊 你说不像有的那种司机 你说我要去近一点点的地方 他说我要去交班了 我要去加气了 然后就不带了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制服的服务非常好 然后就是一些变装的话 就是老师聚载 比如到哪个路 比较堵车的话 他们可能就不会载 就说哎呀 就是要去 要下班了 还怎么的 就是以这样的借口吧 可能那种就是第二次接客的那种情况 就可能就少一点吧 就没有批客的是吧 在襄阳市交通执法部门客运管理处的投诉中心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组数据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投诉案件的分析表 2014年我们总共投诉 受理的案件是231起 其中这个公交 它是47起 47起 占到了它的这个车辆 违规投诉 总数的百分之4.4% 从我们上半年来总的来统计情况来看 公交公司的这个上半年 违规数量较多 但是从到下半年以来 它的这个违规次数大大降低 成一个减少趋势 非常明显 它兼顾了各方面的诉求和利益 是我们认为目前能量是 比较好以一种选择模式 那么特别是在武汉这种特大城市 我们是加快推进这种模式 在武汉的楼地 因为我们经过了一些调研 调研的市城人员 调研的乡养的市民 以及乡养的管理部门 我现在正在承担运行的企业主体 我们都感到应该说普遍反应 都比较好 这样就使我们下定决心 来推广这种模式 使它进一步地放大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模式 来逐步推广 逐步占领更多的市场氛围 来逐步消化过去的成量 使这个行业更为核心 乡养这种模式应该是最合适的处理 出租司机和出租公司的这种关系 它通过一种比较很好的监控的平台 科学的记录来进行分配 叶青全国人大代表 长期关注和研究公车改革 他认为未来出租车改革的焦点 还是关于分子前的改革 现在就是说分子前这个事 应该说是出租车体制改革的一个焦点 那么这个问题不突破的话 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 可能都会失败 或者都会引发新的矛盾 所以这种要分子前的这种模式 就是我们要通过这种生化改革 这样大背景怎么把它去掉 那么同样上海的一些公司 也是施行公车公营 但它为什么说走的路不顺 也就是它把一个分子前这个制度 嵌入进去了 那么黄市有这样一个分子前 这种制度在里面作怪 那么它很难健康地发展 有些问题其实并不复杂 比如说透明就能够让问题变得更简单 出租车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运营模式 一直都是整个行业讨论的话题 襄阳可以说是独皮蹊径 通过新的技术手段 让收入情况 服务质量 劳动时间等具体的要素都变得透明起来 先从客观上构建了 司机和公司之间的信任基础 进而是通过合理分配双方的责任义务 让双方利益也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平衡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探索 其实对于出租车行业来说 不管经营主体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商业公平都是基础和前提 只有通过公正透明科学的方法 合理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 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 分子钱笼统 分子钱不透明 还有不信任的这种尴尬 襄阳虽然是一个小城市 试点改革的出租车的数量也不多 但是只要它的方法被证明是正确可行的 那么它的价值就应该受到全行业的关注 朋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是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 明天我们再见